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河豚鱼 河里有一种鱼叫河豚 一天,一只河豚在桥下的水中游戏玩耍 在桥柱之间穿来游去 一不小心碰到了桥柱 顿时疼痛难忍 河豚大发脾气 一气之下也不游水了 张开腮夹,竖起身上的旗 鼓着肚子躺在水面上 一动不动,像死了一样 这时候,空中飞来一只老鹰 见水面上漂浮着一只河豚 以为是只死的 就急速飞身落下,抓住了河豚 并用锋利的鹰爪迅速撕开河豚的肚皮 把它吃掉了